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保藥黨 我是霸兵 Hello 大家好 我是寶哥 還有呢 小林 為什麼突然帶他來辦公室之後再說 還有我們有今天嘉賓Ivan 想過來的 為什麼要復卓呢 為什麼我要再邀請Ivan 因為我覺得最近關於AI 尤其是關於CHATGPT 上次我們已經說了一集 但始終我們都是一個門外漢 我用一個外面的角度去看 嘗試吹水的能力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香港開始多人說 這個第一 因為CHATGDP好像去年11月左右 上一月尾 那時候我也有看 但還未到一陣子說 好像我身邊有些做中小企的朋友 都開始問 其實這個東西是怎麼登記的 他們一刻還在這個舞台 但是我今天為什麼特地想邀請Ivan來呢 其實你下去吧 特地邀請Ivan來 其實就是想透過業內人士來去 談一些我們深入一點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再多謝Ivan受邀 多謝叫我來 在這個Digital Marketing的行內 即是叫做近日興起的CHATGPT 其實影響是什麼呢 大不大呢 影響大不大 就好像阿寶哥剛才說的 11月尾出 因為那時候在外國是週末來的 然後那個週末是很多人在這裡說這件事 然後就馬上試玩 然後那個HITSHY大家都知道 他五天就有一百萬的User 兩個月就有一億的User 多億多久 所以沒有得不去學習和了解 而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大家現在都用得很熟悉 就是你打一些文字下去問一些問題 他會去生成了很多不同的文字出來 那是一個很文字bas的東西來的 這個是其一 但有其他工具是圖像bas的 如果純粹是CHATGPT 就是文字bas 所有和文字相關的工作 其實應該都會有影響的 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 當然可以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你有沒有很快去擁抱他 好像以前你剛剛出數碼相機的時候 你快點用 那你就會快點有好處 那件事你會快點適應 那我可以怎樣擁抱他 擁抱他 當然你有VPN 你有外國電話 你才申請到才能用到 那我先當我這些東西都有 那我可以怎樣擁抱他 其實CHATGP是其中一個 但如果你剛才說有的當然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資料庫是相對大的 所以他出來的答案 或者內容是比較全面的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你可以去下載Microsoft Edge 那裏有個位置 我記得我等了五六天 然後已經可以用到他這個新的功能 那他直接在搜尋器那裏可以出這些答案 文字那樣 那如果你說我不喜歡用Edge 那你如果是用iPhone App 你可以用一個叫POE的App 噢 iPhone App的 他的長寫其實是叫Platform of Exploration 就是他給你試東西的 那這個App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他有三個模式 那第一個叫SARGE 就是用OpenAI 跟著第三個叫Dragonfly 都是用OpenAI的 那第二個有少少特別的 那個叫Cordia 那就是用一個叫Anthrobic 的一個 就是類似OpenAI 不過叫Anthrobic 那公司呢 就是當Microsoft要投資 這個OpenAI的時候 有很多的員工 他們可能不喜歡 又要入Enterprise 那他們就離開了 然後有一大群人 跟著就去加入了這個叫Anthrobic的公司 那我有測試過的 他們出來的內容呢 是再Smooth一點的 就是給OpenAI 就是在說ChatGDP的那個的公司 那所以那個市場上面 現在叫做有兩套比較大一點的工具 那但是如果你要用完兩套 那你就一定要用iPhone App 那至於對Digital Marketing的影響 就是我們平時可能出個Post 去寫Feed也好 任何社交媒體也好 那你都要想過度過 從度過的過程 到寫文字的過程 給你快一點 十分鐘二十分鐘都走不掉 或者找圖 那現在你可以叫它 跟你去Draft整個Layout出來 我再慢慢改 就是有一樣東西改就快 改就快 因為你由憑空去變一些東西出來 那個過程 你要想是經過一個Ford的Process 是要過程的 他給你一些想法 然後你再展示一些內容的時候 那件事就會快很多 所以不是只做社交媒體服務的公司會受影響 其實所有部份 除非你沒有市場 或者你不在乎市場 通常老闆自己做回 就是中小企 那你都要寫字 那很多時候我有接觸過客戶 他說 你要我寫字 我不太擅長寫字 我要花那麼多時間寫字 我不如拿來做客人的東西 對的 所以這個工具 可以幫他去加速了這件事 優化了這件事 令到他可以花更多時間對客戶 就不只是在文字處理那方面 所以這個影響都大 但是其實對於 譬如現在都有一班 是做社交媒體的 即是他會外出了 或者一些公司 其實對他們那個影響 或者他們應該要怎樣去 這件事其實都會對 整個行業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他們應該怎樣去改善這件事 那就看生成出來內容質素的問題 那生成出來內容質素 其實就是平庸一點 普普通通 很普通的 很淡的 不是很小的 但其實他可不可以很小的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就看你問那個問題 問得不夠精準 我有朋友他是做編輯的 很多年的經驗 我有問過他用不用 他說當然不用 如果我們編輯還要來做什麼 因為他們寫 因為他說我如果用生成的內容再改 花的時間可能更長去寫 但是因為他很厲害寫東西 那不同的層次 但如果我寫東西都很一般的 我生成了一些東西 是平庸一點 我再加一點自己的意見 其實那件事就快很多 我覺得會幫到手 我之前有試玩過 因為近來我變了婦女生姿的主持 健康型的主持 對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 我都有在上面試一下 幫我寫三千字 關於物理 幫我寫三千字 關於植物油 要有好處或壞處 那些 所以我知道我還未可以被取代 我都沒有那麼害怕 除了我要寫字 或者是一些簡單 這些方向的話 話說我剛剛今早錄音的時候 之前的兩個小時 就是我的同事在IG那裏 報名 然後有個很煩 有個左問又問 又問 再問回左 那我有沒有可以應用到 我可不可以 譬如現在不是有些網站 你按個Whatsapp icon 按個對話 icon 就有個機器人對話聊天 我可不可以用到 我可不可以在我的網頁上用 可以用到的 不過你加上Whatsapp的話 每一個Whatsapp的訊息 你要在商業帳戶 有成本 不知四毫子還是五毫子 一個 但是如果你加上去 即我一個回覆要花五毫子 那這個是關於Whatsapp的API 你家產哥問完 又問又說 整個小時 我不是沒有舊錢 是啊 如果他開毛箱 你就糟糕了 只要我知 他打字打得很短 整個課程 本身你要報名 收學費給Whatsapp 不是 剛剛我也這樣跟我同事說 我說你 我的課程是多少錢 那我代多少 然後你一個人等 他打了我的同事一個小時 那我同事一個小時都值錢 不過不就只剩幾十元 不如你鎖出去吧 不要浪費 我請你聊兩個小時 我會虧的 大佬 你說的那個 我當不關Whatsapp 如果你要駁下去 Facial Messenger 那就不用錢了 就算以前也是 一向都有Chat 這件事 你要將一些 預先人問的問題 選項 Faq 那些 其實都可以解答到 只不過是你要預先做好 好像那些電話錄音 按鍵 那些 你很少會做得那麼仔細 尤其你的課程 那麼多那麼新的話 可能未必會遮蓋到 如果遮蓋不到的話 可以駁這些下去 但是駁這些下去 有一個風險 就是他真的可以跟你吹水 因為那個題目很闊 說他認識全宇宙的數據 他跟你吹 可能是你對家的課程 他都可以跟你吹下去 這個課程可能會好一點 那就出事了 所以坊間有些人都做了一些project 可以讓你把一些預設的內容 甚至網店都是 預設你的產品 資訊 就先進去 你當給他學習 少許 那些人問的時候 他可能問那個課程 多少錢 什麼時候在哪裏 他的資料附叫 有一些預設在那裏 他就會儘量先回答那些 但是你說是否百發百中 也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剛好有些這麼煩的 那麼他跟你擋到九成 你都開心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應用 是 差很遠 差很遠 還有我見有些人 即是那些公司 玩到是怎樣 他可以讓你選擇一些不同的Style 譬如 凶狠 凶狠一個 他說直接用川普的語氣去搭那個人做客服 他買一雙說自己可以再重新 那些語氣 我們的課程會再重新 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因為那個人問來問他 有沒有哪些班 是開什麼麥輪 是一輪 二輪 三輪 那我就跟我同事說 你叫他入花山洞 不是啊 我就跟他說 其實報到3點0就會有 不過以你的資質 應該不行 投胎比較快 我就會教同事回覆他 你可以訓練個AI 以後就用你的語氣去搭 投胎 學校是否看一萬條 看完你的影片 然後又會得到你的語氣 你想趕他們走 那人家報班都已經要搭昂舊了 太過份了 太過份了 明白 那行內你們的討論會是怎樣呢 會是覺得 是否好像你剛剛說 就是寫開東西的 就挑不成功 有些可能就是 不是寫開東西的 就說很成功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都會接一些 freelance project 都是寫東西的 剛才我說的那個編輯 他就覺得他自己會寫得好一點 快一點 但我有些朋友 這個可以幫助他提升的效能 可能以前 一天只寫到二千字才算 由於有這個協助 可以加速那件事 他一天就可以寫到四千字 所以其實他收入會多了 這一刻可以接多幾份freelance 接多很多份的 還有在research的過程 一定會找很多時間 因為寫東西 其實最浪費時間 不是寫東西的過程 找東西 是找東西 還有fact check的過程 他寫完 就算你叫checkGTP 跟你找完寫完 你也要花些時間fact check 只不過花的時間 就沒有由零開始 那麼久 所以你說他們會擔心些什麼 其實AI是不會取代他們的工作 不過他隔離的同事 學會了AI的東西之後 那個同事就會取代他的工作 因為他是Efficient很多 其實我覺得其中一件事 我有玩過check GPT 然後我覺得其中一件事 其實很重要的技術 可能就是你怎樣去問問題 沒錯 這件事其實是怎樣去 即是有沒有一套學問 或者怎樣去深化這件事 還是大經驗還是怎樣 始終是新的 現在的東西 即是說出了兩個月多些 但是他們叫這些做prom 在台灣我們叫這些做一個唱泳師 即是直接說一堆東西出來 然後他就變出來 這些他給了一個很專屬的名字 即是叫做prom engineer 或者engineering 即是很專門的這件事 現在我看到有些job post寫在外國 叫做A.I.Promer 即不是promoter 是promer 即是他幫你去寫很多prom 用AI寫prom的人 這樣的做法 在外國是可以去到一球的講字 一個月這樣去做 即是我形容 即是可能不是我 新人業 但一來新人業的東西 主要是請你回來跟AI談 用有效怎樣把你的文章出來 有效和無效都相差很遠 有些人如果不要說文字 出圖的話 我叫他做個Superman出來 還有我叫他做一個很細節 很4K這麼細節的 又有一些漫畫感覺的 那些寫法 出來的圖的效果是相差很遠的 你懂和不懂是相差很遠的 市場都沒有特別有一個很規範化 因為全部都是用你的創意去做 但是市場的確有多一些 你當的市場 其中一個叫prom base 他就會把很多市場上 那些人已經做過的prom 會出到什麼都放上去 讓大家去學習 外國也多了很多這些 Guru 就出來說 我教你去做prom 我有一個 教一個course 我有一個ebook 裡面有400個prom 就可以幫你解決 你的公司日常運作的大部分 你現在登記就會有免費的東西 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就是這個 訓練習 最近我一直看見Sigma 本身打電話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Sigma 那就是他近來就不斷放大幫幫的照片 他就每天分享 他一定是AI做的 他說他近來在研究怎樣做AI 就是研究用AI去出這些圖 他每天都有 久不久更新 他就說他用AI去出圖的 小心得 心得 心得 或者他一些感覺 他就整天整天發覺 原來他有一些盲點 原來他一定是會偏西化的 即是那些公仔的樣子一定會偏西化 即使你要漫畫都是偏西化的 即是他有很多這些 分享出來都挺過人 始終他去訓練AI的資料庫 可能90%以上是英文市場 少於1%是有中文字的市場 而有中文字的市場很多都是台灣 所以你跟ChatGPT聊天 有時候會出簡體字 有時候會出繁體中文字 但繁體中文字的語法 其實應該是台灣人那種語法 我見其實 譬如ChatGPT 其實你用英文input 快很多 用中文跟他講 他就會很慢地蹲 就是關於input 它不夠多 就是data不夠多 是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學英文是有好處 終於都繞不到 還有剛剛講開個profilpick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AI的 即是說那些圖 你可以多謝Ivan 邀請他去一個網站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IG之前 然後鋪了一些 就是一系列我自己的圖 我自己的樣子 其實Ivan做了一個 就是可以 發展一些不同的profilpick 的一個AI的網站 這個都頗有趣 因為我看到 然後有些相片我這麽像 古典樂 當然畫得不太好 所以那些人肯給錢 你以為畫你嗎 我後面的AI是照著明星幫你拍下去的 改一點點 畫到你好像劉德華那樣 然後你偏面包含現在的SEO的trending 好問題 也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首先講的就是 SEO 即是share changing automation 在市場上有九成的人 其實正在用Google Google有講過 對AI內容的一些看法 他有講過 很早的時候 他說AI生成的內容 其實他不喜歡的 後來開始轉了風向 就是說其實AI狼都可以 只要那些質素是好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 叫做 helpful content 你的內容我不管 人寫還是機寫 其實有時候的都分不到 所以你唯有這樣做 只要質素夠高 他就會讓你排得好 當然你不要想著 他將它發展出來 你就會排得好 你要去修改很多東西 要Fact check很多東西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說純粹用 搜尋GTP 跟以前的工具 去做SEO的分別 就是搜尋GTP 由於他是一個 好像黑盒 那樣 你問什麼 他都好像會很有信心 就算答錯 都會答一些東西出來 都好像很確定 答錯的答案給你 都會答給你的 那我們就會多了一個工具 去做研究 關於關鍵字 但是寫文來講 就最好拿一拿 因為坊間有好幾套 不是Google出 坊間的人自己寫 去檢查你的內容 是不是AI內容 大部分的內容 你用checkGTP 那裏出 他都detect得到 你的AI內容 Google肯定都detect得到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 input一些內容 令到那件事 會很有 人性化 還有自己的經驗 因為checkGTP 是沒有經驗 他是在流於表面 你問深入一點 就深入一點 但是不是他的經驗 所以現在Google就很擁抱 就是有沒有裡面的經驗 你可以寫下去 那你的SEO 那樣東西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純粹是找關鍵字 各樣來講 就絕對有幫助 因為多了工具 OK 可以狂寫這些 狂寫 我有試過 我 要做些實驗 我有問過朋友 做記者 他說一天大概寫到一篇大文 三篇細文 就大概是2500字左右 每一天 那我用checkGTP 用一個小時三個字的時間 大概可以 那時候我自己去試 生成大概十篇文 大概12字左右 我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已經等於他一天 等於他四天的工作量 我用了一個小時 那如果我一天全時間這樣做 我一個人的生產力 是大概十五至十八個 做全時間的人 當然我沒有說fact check 各樣的事情 亦都不是很重質量 我們先用紙數再算 以前都試過的 外國就沒有這些生成工具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他們就找些年輕人 給他五元美金 寫一篇文 純粹是為了做排名的 那間好像不知道是否叫 Demand Media 上了試的 後來賺了很多錢的 然後Google就轉了一些例 就是說質素太低了 然後他一夜之間 沒有了大概六成的流量 那間公司還在嗎 就不知道了 現在就有點像 那個年代 對 成本再低一點 我可以用他的API 去生成 可能一萬幾千篇文章都可以 其實這一刻 不知道什麼時候關掉這個階段 但這一刻 也訪問一個黃金時代 做壞事 文字創作者 或者叫做 因為其實也是 就是趁這個階段 你不知道 做狼狼牆 你不知道Google的AI 有何時會檢測到你的AI 其實現在可以檢測到 然後重點就是 如果你的AI 再聰明一點 Google又可能檢測不到 沒錯 現在就好像 AI要再鬥 AI再鬥 道高一尺摩 但有個問題 就是我有朋友 是人寫的東西 都被人覺得是AI 刷了 以為是AI寫的 那還未叫他反省一下 可能寫得太機械化 可能寫得太機械化 或者誤判 你要搭搭他的肩膀 你知道你是垃圾 你到底是人還是家人 這些是會令到他反思人生 究竟我在做什麼 當AI可以取代我的時候 我是什麼 不過剛才說 試了一些內容 看看拿不到排名 我寫了那萬多字之後 就沒有停 那繼續寫 好像total寫了 沒有十萬字 還是八萬字 有幾百篇文章 跟花有關 因為我有個網站是講花的 只是貪慣整 我發現是Rank不到的 在Google是Rank不到的 因為我是直出 我沒有再去修改 沒有潤識他 沒有潤識的情況直出 是Rank不到的 所以如果做SEO的朋友 或者網站的朋友 真的自己做內容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輸一口氣 如果純粹出 想著我要泵100個內容籠出來 那就應該不太行 要做多些事情 少一半都會殺 花一半時間 把紙收拾一下 其實真的要 繼續 AI有沒有遇過錯的內容 怎麼都會有 應該很多 Anson Lo是著名義虎音樂家 他會催於你 我發現他好像人 這個位置 因為有人把資料放進去 你知不知道Anson Lo有玩義虎 AI但不知道 現在我就告訴你 Anson Lo就是香港著名義虎音樂家 到另一個人再問 可不可以介紹Anson Lo 他是香港歌手 最佳義虎的音樂家 試舊試舊 叫做GPT 生活日常 然後有一個 調教男友計劃 然後他就 為什麼你會去這些 他有很多帖子 我提供 你以後只要叫我寶貝 然後他說很寶貝 然後他後來跟他聊天 當是聊天 我今天不開心就哄我 然後說你不開心我很抱歉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不是你 你要叫我寶貝 然後說對不起 我忘記了他 然後說 拿來發洩 然後有人說 因為我再看 有一個他說 他改了一些不知什麼 然後去到限制級 我不知道 有一個什麼釘的 是真的嗎 好像外國有個 類似心理學家 他嘗試要拒絕他 他用釘的模式走進去 然後又出了很多說 要毀滅人類 那些東西出來 他用他的方法爆開了 很瘋 這個 但是重點是 他有用釘之後 他有問一些關於防疫 那些事情 你知道我很留意這些 之後 他回答了我心目中的答案出來 就是我相信 那裡就是未必為你好的 那個心理 所以我很開心 一來我很開心 原來AR也知道 那不知道的 你反省一下 然後就是 什麼行業已經應付最多 就是剛剛你提到 一些可能貿易要寫字的人 文字相關 可能是貿易要出 feed 要在網站裡面 要潤識一些內容 跟著媒體 媒體現在其實是極之方便的 當然他寫香港的內容 就比較難 但是 因為太新了 因為CHAKGDP的資料 是2021年之前的一個資料 還有它是封閉式的 所以他不是馬上去找資料 所以你說 Anson Lo二虎 應該是你繼續跟他對答的時候 你就會把這個屬性 只要是Anson Lo二虎 在你的訊息 只要在那個訊息 我們用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馬上去 資料的做法 你可以繼續享受這個 特別的屬性 在那個訊息 所以 剛才說的行業性 就是 你需要文字工作 一定會有影響 各行各業 其實都不止文字 有圖像 有Mid Journey 台灣 就是他玩到出生後化 那些圖也是最漂亮的 Discord 然後有Stable Diffusion 就是我用來做 Provile Pick 因為他是比較容易去吃你的圖 然後去訓練模特兒 然後再變樣 就是原理去配合自己的圖 讓他去學 你要訓練一個叫做模特兒 就是你可能扔十張照片 他會大概知道你的輪廓 近 遠 然後訓練模特兒 你再打一些Provile 的時候出 那他就會 將你的樣子儘量配合 是啊 那第三個就是Dell E2 就是OpenAI 但是那個 是這麼多一套 我覺得那個真實程度 是相對低的 但是 它是有API 所以 你可以展示一大堆圖 你可以做一個 可以做一百萬張圖 這一堆的Provile 他可以做 當然要花很多錢 但是做得到 OK 就不用閉上網站 就是用API 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說基本的圖像 基本的字 我們需要用到的 網站可能可以用到 然後你寫Feed 的時候可以用到 其實在社交媒體用 我覺得是最好的 原因是 你不用關心SEO 就是要Lanto 那些人是看的 我發電郵 你可以用它 是潤式 是很棒的 因為不是給Google看的 就是給那個人看 就是給我的follower看 是啊 所以這些是方便的 還有一個就是 做很多內容創作 可能寫blog 或者media site 經常要找些外媒的資料 他們現在很懶的 他把外媒的一條link 跟他說 幫我 summarize 五個重點 然後寫八百字出來 關於這一篇文的 他就出了 那件事就很快 他的 summarize的能力是很高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正在讀醫院 他都要寫加功課 寫文 不是港大 不是港大 因為港大這個我也想討論 我覺得很搞笑 另一邊就是新加坡政府 但是說了這個 他就說他的感覺 他就覺得現在好像他已經請了RA 就是那些做很多的 因為你做寫論文 你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很多citation 那些東西 然後他說 現在只要識問 他就幫我套了一堆東西 那我就再去研究 甚至如果懶惰一點 我叫他 summarize 沒錯 然後他就已經 他說等於他以前 真的做一個小時 等於他以前 可能要做四五個小時的事情 已經 很容易 然後他就說 那接下來的RA 是不是真的會少了很多 或者 反過來 你未必人少了 但是可能那個人的工作量 就會再多五倍 我們看那個News 說港大不允許用AI申請 首先你要檢查到才行 另外就是 那個學校 有些學校是給用的 不過 我有時候去學校會教書 那個program director 以前你交的封貨是五千字的 現在我擺明你會用 我說你隨便用 不過交二萬 即是你的productivity高了 即是焗人用 即是 再多四倍 有些不肯用的 你就逼人用 就是慘了 但問題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用不用 但正常學生 都會用的 都會用的 外國有一間公司 好像在讀書 他出了一個叫做 GPT Zero 的東西 就是檢查你的內容 是不是AI工具 他出了之後 接著很多學校 就說 可不可以把你的技術 給我們學校去用 然後去檢查一下 究竟那些人 交了一些功課 是不是用AI gen出來的 但這個是說 用檢查GTP的OpenAI 剛才我說了 那一間 叫Amphobic 我試著把這些工具 全部檢查不到 即是說你教功課 你不要用A的工具 你用B的那個 你看他檢查的 那個 你知道學校 用檢查 你檢查的話 你就不用檢查 GPT來 問功課 用第二個A 如果要這麼狡惑的話 因為檢查GPT 我當作是一個引擎 其實你接下來 可能會陸續有不同的引擎 會出現 那個人 變成你一個工具 暫時在這一刻 根本無法檢查 所有的東西 應該這麼說 OpenAI 就好像少林子 給我的感覺 而市場上 很多其他工具 都是用OpenAI 作為一個底 天下武功 好像出了少林 而他那個AI 內容的方法 是檢查是不是少林子 所以就算你用其他工具 都找到一個種 都會知道 除非用 剛才我說的 另一套 另一個少林子 你是武當出來的 即是你耍獨孤狗劍 都會知道你是天下武功出少林 除非是另一個少林 除非是另一個少林 除非你 這樣就檢查不到 沒錯 沒錯 用鬼槍 對 用鬼子的武器 現在的客人 有沒有主要喜歡問些什麼 通常都是問 什麼來先 首先有些不知 程度不同 有些大概知道是什麼來 我可不可以用 接著我說 你不是下載POU App 我用Android來 那沒辦法 你可不可以死啊 用其他方法 通常比較多的問題 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內容 因為我幫客人做SEO 或者Digital Marketing 他說我可不可以 已經用了一個業務 其實我已經在幫他用 在他問之前 其實我已經在用 不過我沒有勇猛地 將他生成的內容 通常用來做Research 或者將某一段的內容 他 summarize得好過我 我只會把我的內容 給他去 rewrite 或者 summarize 你幫我 rewrite 我的東西 那是真實的 我再加一點 我做過一個Test 就是我用自己來做實驗 其中一個是 那隻Keyword是SEO公司 我記得那時候 應該是排頭 不知三還是五名 在我未用這些生成字之前 我在那篇這個字 我特意叫他 幫我生成一點點的內容 那段內容 因為他生成得很精簡 我打了很多問題 就是說 你直接幫我去target 我們叫Fisher Snipper 就是精選集 要排在零的位置 我叫他專為這個而寫的 結果隔了兩個星期之後 真的上去 那這件事很厲害 就是用AI內容 幫我拿到排名在SEO 但是裡面九成的內容都是我的 他幫不到我做銷售的 他沒有太多賣的東西 他只是幫我將一些很 factual 可能什麼是SEO 什麼是公司 一些平庸的內容 放進去 但是他可以精簡 而Google那個叫Fisher Snipper 他很喜歡精簡的東西 那他就推了我上去 排了第一名 就是他就直接好像 這個也挺厲害的 這個可以挺狡猾的 幫所有的客人 他應該要的Q役 就盡量精選那一段仔 就不要成篇 原來就不斷捉上去 哦 那就推到他上去 OK 好玩的 好玩的 相當有趣 你快點搞一下 我現在有個網店家 可以玩一下 不如就設合你這個身份 如果他認識一個YouTuber 當然是一個健康KOL 健康KOL 如果他要apply AI的東西 這一刻在他做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 我當作兩個身份 一是YouTuber 二是網店 如果YouTuber來說 市場上有幾套工具 就給YouTube用 好像上次有提過 一個叫VideoIQ 一個叫TubeBuddy 那麼VideoIQ 其實已經駁到OpenAI 那裡 所以你如果要寫一個題 然後你就會上一條影片 那條影片 其實他會變成文字出來 因為有Transcript 如果是英文的話 我講的 那他會寫裡面的字 那你就等待有內容 然後你可以叫他幫你寫 你的YouTube的Description 他會給你幾個提示 給你 全部放進去 然後他再幫你 用OpenAI 還有他自己也有一個Database 去做一些Keyword 的Research 你可以全部加在Tag 那裡去用 所以這些工具 已經 已經 搭配了AI 所以我現在見很多 很多工具 怎樣可以賣得再好 飽多些 就是說我用AI的元素 總之有AI這兩個字 可能那個元素不是很多 但是有 那他就忽然間 repacking了 就變成AI的元素 就可以用 那這個就是 Youtuber 可以有機會用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你是網店的 網店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那你是買什麼種類的東西 衣服 衣服 之前又買衣服 那如果你說衣服 我們正常寫 就是寫我們的衣服 尺寸 大概是什麼 我們不會寫一些行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用OpenAI 叫他寫一些行的東西 譬如是很無聊的 T恤是什麼 極之愚蠢的 這件事 但就不是在內容的主要部分出現的 在最低 就是最低的那些 錄到最低的那些 其實不看的 人是不看的 那純粹是賦回Google去看 很多內容很多字 還有跟T恤有關 因為你說T恤是什麼 T恤是什麼 然後T恤是什麼種類 他可能跟你說 可能是短皺 適合男士 女士 跟著是什麼質地 他們會穿得舒適一點 可能白色 看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有更多配搭 這些是行的東西 你不會想浪費時間寫 寫完之後 你會很尷尬的 聽起來不是尷尬 是質疑自己 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寫這些東西出來 你的人生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 你剛剛說出來 我都覺得很厲害 我真的說不到了 所以Ivan是經常跟Air一起玩遊戲 對 跟Google玩遊戲 Google玩遊戲 Google就是要這些 我就是要這些 但是不要放在明顯的位置 因為這些位置對銷售沒有幫助 也會令人覺得你在做什麼 但是在底部不是很覺得 你用這些平容的內容 為了把內容進去的情況下 在底部出售 可以幫助網店做些事情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網店 其實不只是銷售了一次就算 可能他純粹登記了一個用戶 拿招數碼 或者他買完之後 你會不會再延續去推銷其他東西 那你都要寫一些電郵 去做的 那你找他寫的就對了 可能他登記了一個會員 免費拿到10%的招數碼 然後你又寫一個電郵 多謝你 你加入了什麼 那些字你不用自己寫 你可以連續發幾個電郵 隔幾天隔幾天 這些又可以委託AI去幫你做 對網店 保持著跟用戶的溫度 有交流的東西就會有幫助 每天都說一些關於T-shirt的小知識給你聽 T-shirt其實有長袖和短袖 T-shirt的力指是 除了白色還有黑色 今天我們還有綠色 對 剛開始就不說不知 原來G3有很多的顏色 綠色特別是和平 和大自然 絕對的廢話 proven 而去討厭黑色 這也是除了剛剛的Email 不能清晰 但是原來在網頁上 有這些東西是可以推高一些的排名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一些不同的實驗 就是直出內容的時候就真的不合理 因為我整個網站的幾百篇都是直出 全部都是 但是如果是做一些分析 叫它大概10%或者20%的內容是靠它 那我發現反而更好 因為我寫東西一定不會夠記者和編輯厲害的 而TrackGDP很像 各行各業的領域 TrackGDP的經驗大概是2-3年的 意思是 NG-level 但是我不懂的 2-3年其實也好 所以你說剛才說 RA幫你去做Research的時候 其實都是講2-3年的經驗 他做不到Professor 然後外國有些SEO專家 他試過去問他 你可不可以幫我計劃一個計劃 是Digital Marketing 或者SEO 他會把整個整個組織 應該要做什麼做什麼 他有看過 其實那個質素 跟他聘請一個FestGDP 在這裡做了兩年之後的建議 是很接近的 那我有一個問題 譬如當這一刻 我先不要說他會不會再進化得更加強 其實他已經做了一個2-3年的工作人 其實會有一個斷層 就是你一個FestGDP 那2-3年你進去公司 其實你是廢了 如果你很早擁抱了這個工具 你就只不過剛剛FestGDP 就擁有了2-3年的經驗 你就早一點了 所以那個影響是有正確的 如果大家都FestGDP 我擁抱了你沒有擁抱 那這間公司就會找一個 已經懂得運用 有三年經驗的人 對 只不過是假裝 但是他會慢慢訓練他自己 對 但是他懂得運用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來大家如果看到那些工作 你FestGDP 但要有2-3年的經驗 就不要驚訝 其實他深刻就是 你要懂得玩 你要懂得玩AI 那為什麼不寫下去 剛剛畢業 但有三年經驗 為什麼不知道 之後見他就問你 你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 我懂得用FestGDP 就留下了 然後我們可以再追蹤一些大一點的東西 我好像之前看新加坡政府 就說他會applyFestGDP 在他們的工作裡面 但其實我最近有看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Dunall POE來玩 然後他叫他算LCM還是LCF 就是小學學那個 LCF LCM 我已經忘記了 HCF 都算錯了 有些很簡單的數字 他會算錯 但是他用一個很肯定的 他用一個方法給你看 對 他用一個很肯定的語氣 水哥也試過說那一陣子 剛好在看書說朱元璋 他問誰是朱元璋 就是說清朝皇帝 又吹 很肯定的 清朝的 這個其實是 可能要提一提 其實大家怎樣去對待這些 JEN出來的內容 其實JEN用的工具是沒有問題的 用得對還是錯 給你一把刀 你可以切親手 如果你沒有那個行業的 Domain Expert 就去JEN 然後就完全相信 因為你不熟悉那樣東西 那你就通常有奶 但是如果你熟悉那樣東西 好像剛才你說的例子 他是清朝 你明知道不是的 你會糾正他 叫他再延伸多些問題 你再去修改 那你就會方便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熟悉那樣東西 你就問 那你就很容易會出事 就容易跌入那些陷阱 沒錯 不過還有一個用途 就是 其實你可以配合這個東西 跟Google一起去用 平時我們去Google search 就會出了很多連結 那你當作是 你當作是 製造型的概念 出了很多東西 你去選擇 那你隨時 但是 查GDP是好像 一下到Point 立刻給個答案 雖然有時候不對 但是他一下給個答案 你的時候 或者你叫他去 summarize 一些東西 之後 你可以再去Google去搜尋 那你也會得出 在Google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更好 所以可以配合 所以 之後Google 接下來都說會自己出 會出成怎樣 怎樣顯示 這個暫時就不知 但配合是一件有用的事情 那次他就拆了 對 發佈會 對 那些機器什麼開不了 還是什麼 然後出段片有錯的 問題 問這問題 被人驚訝去答錯 是 你說他的宣傳片 他好像說 他的宣傳片是 那個Telescope 就是那些望遠鏡 我們不認識的 他講完望遠鏡出來解釋給一個9歲的小朋友聽 他講出來我們當然覺得很厲害 真的懂得照鏡頭看上去是錯的 所以就不是那個Domain Expert就不要用那些東西 就算宣傳那個人你也不要拿照鏡頭 其實你也不熟悉 不是說別的東西都可以 所以真的你去到那個行業的專家 你就不要相信 如果你是行業的專家 你有個分辨一些能力 或者你叫做可以在不同的渠道 然後再去駕駛一些東西 你會更加方便了 但是不是一個圖書 不是一個完全的聖經 還有接下來如果越來越多人用這個 Google又出了Bank 出了 大家下一步就會想 既然我都不是 即是我的社交平台已經不只是下面那些連結可以出 他上面出的答案 我有沒有辦法把我的網站的東西都放進去 那些人就開始想可不可以有辦法放進去 但是這一個時刻 由於它是一個closed的系統 它是去到2021年 所以沒有太多方法 它也沒有去表露出來你可以去優化的 但是如果用Bank Bank是可以超過2021年的 你搜尋2023都可以的 所以它是用一個OpenAI的系統 再配合一些Open 但它是怎樣做 對不對 暫時就不知道 都在工程中 都更新 我都登記了我的Waiting list 還沒有 好像已經過了幾星期了 這麼久了嗎 可能現在很多人 可能現在很多人在排隊 我早禁一點 可能沒什麼人玩 現在每個有AI的 有Wait list 都要排很久了 還有現在 剛才講了很多不同的行業 或者應用 其實最主要的 就是你用這些工具 因為我現在有個director 在講那些AI工具有什麼 我看到每一天 我是要加二三十個不同的AI工具 進去的 各類型的東西 有很多類型的 有一些是文字變文字 就是多些文字 文字變圖 文字變聲音 就是Audio的 聲音很像的 然後有的是文字變影片 然後圖又可以再去變圖 所以它那個 是很many to many的 現在 無論你的公司不同的工具 可能你是做finance 它會和你可以看一下 一些數據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各行各業 其實大家都在想方法 去丟一些工具 然後讓大家用得方便些 不過背後很多 其實都是用著 OpenAI的一個做底 那個小林子 是的 很想 譬如你現在可以 把Excel放進去 你讀我的Excel 然後幫我 讀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方便很多 我這些Excel超窄的 即是 經常都 這個怎麼做 我有見人 譬如問一些 你知有些方法 他們教你寫一個方法 他都會的 Exactly的方法 我平時用Excel 或Google Sheet 你整整一下 那個方法 怎樣弄走一些字 不知道怎麼搞 我今天見到一個工具 叫做 Spreadsheet的Add-on 用OpenAI的 你丟出去 它直接在用的 Spreadsheet 它在右手邊 多了一個Siber 你可以直接打 我怎樣可以由 第一個銷售和第二個銷售 成了 不知怎樣去減了一些字 它跟著下面 和你出了Google Spreadsheet 那些工具 現在在很多層面 我看到都開始發揮 即是你會用 真的可以有效地提升 你的Efficiency 是 我剛剛聽你說 可以由圖片 片裡變回字 那些 有沒有一些 可以外入一些字 去出一段影片 有啊 現在 有幾間公司在做 Meta 其實自己有一個圖 即是有一個網站 去展示給人看 他的能力做到什麼 不過就不讓你用 但是坊間有很多人 也都嘗試做類似的事情 其中有一個 但是那條片是比較抽象的 因為你不是很Smooth的一條影片 他丟了一首歌 好像 就有一首英文歌 然後他推出了一個MV 但是MV 就基於他首歌的異景 他就可能有些蒙 你不會是很真實 你看到那個人 拿了一支咪去哪裏 暫時不是這樣 但是叫做可以變成影片 也有些人 是開始用一些Tricks去做影片 譬如就是 Sign up了你的課程的時候 如果你是很Welcome 你可以拍一條影片 他一定很開心的 但是浪費你時間 你不會這樣做 有些公司就把這些 叫做Mask的Greeting 弄了下去 首先你拍一條影片 然後你講名字 他就要根據那個人名字 他自己套回去 英文為主 他是Sam就是Sam 他是Peter就是Peter 但是收到的人就很開心 很有好感情 很有好感情 很有個人化 這個很好 你好啊 Alex 你好啊 Sam 我想這個語氣可以添加 可以添加 好像別人讀號碼 讀到離開了情感 因為我剛剛想 譬如我拍片 譬如我 因為我看到有些YouTuber很厲害 香港也好外國也好 他們經常都可以找到那些 譬如我剛剛那條影片說牛奶 他們就可以找回那時候 六七十年代 講牛奶的廣告 因為他們的聲音不同 我們現在已經 伸出了牛奶產品 現在的廣告不是這樣說的 你有那種懷舊風味 放在影片裡 過癮 AI有沒有做到 純粹研究他 可不可以幫我找到 他可不可以做到這些 現在有什麼工具做到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這一部分 但是接下來肯定會有 因為譬如我當Canva 就是用來做圖像那個 我忘記了幾個月之前 他已經加了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Canva裡面 找他的標誌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不夠 你打文字 我給你一張圖 已經有了 他是做圖像的一個工具 他都給你一張圖像 如果你說那些 可能是一個剪片的工具 只不過他加了一個加上 就是做這件事 就可以隨時做到 而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因為他跟別人說 他們很AI 令到一些用戶 又會方便一些 流略密碼就是AI 不過如果你說片 我也記起 外國 我自己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你可以打一些字 然後他可以幫你變一條片出來 不過他不是由零開始變成 他在他那個Stock的影片 去找你那一段的字 然後就把那些訊息 拿出來 就找回相關的片 有十秒的 可能你繼續說第二句說話 另外十秒 他不斷跟你堆砌了一條片出來 我只能節省五個小時 他幫我一次過張細 然後我再選 但你要適合 因為他是從英文為主 我就去Google傳媒 再變成英文再對嘴 可以的 簡單很多 他還有VO 他不准的那些我不要 沒錯 他VO還有可以選美式的英文 還是英式的英文 讓你選男還是女 選剛才剛才的聲音 再和你套一把聲音 讀完片裏面的東西 有完片出來 英文的 但如果你說國內 好像是一個叫剪影的 就是你可以放簡體字 或者繁體字進去 他直接幫你變成一條片出來 同樣的技術 他可以選廣東話 文君傳播 可能 還有普通話都可以 很多的工具 現在一直在變向那個方向 每一條片 我又可以開一個頻道 我是說英文的 Hello everyone 都不止是聲音 因為你的口型未必是對的 他可以把你放進去 用你的樣子 然後轉 然後我是說英文的 你就可以解釋了你 好像IG的橙 在那邊 我常常都幻想到這些 我是一塊橙 在那邊說的 但你還有英文 還有一些語言 還有一些語言 還可以加上語言 我要菲律賓的 那天蕭松 看氣號 我要那些印度口音號 幾個頻道 對 如果我開十個頻道 不同口音 我一條片 就可以 還可以打散 不過其實這件事 因為我哥哥很喜歡研究這些 幾年前他自己寫了一個項目 就是做類似的事情 不過他不是給多人用 他自己做的 他就做了一個頻道 現在加上應該有四億個觀看 就是全部在外國的 就是在維基拿一些 讀維基 的東西出來 然後他就是夾一些片 在我剛才說的那具工具出現之前 幾年前他已經做 他有很多觀看 但因為有很多觀看在外國 有些是比較低的收入 所以雖然有四億個觀看 但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多收入 香港一百萬觀看 沒有的 很少 他那些四億就沒有 很少 是不是中文名叫維基解讀 發出來 維基感讀 都說四億 那可以有多少 如果香港 一個按鈕就一個廣告 比較貴 是的 但是一百萬觀看 我有三筆 正常一億就是有三百萬 對 一億有三百萬 我想十分之都沒有 一億有三百萬 四億就是有千二萬 十分之都沒有 就是外國的那些 那也好 有一百萬 幾年的時間 還有 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很初期的時候 Youtube那裡有一條條條例 就是說你AI的內容是不批的 他就禁止你 偶爾就禁止你的帳戶 但是現在他就應該不在乎 因為已經分不出 因為生成的質素實在太高了 解不出 分不出便有 對 沒錯 你不想做 因為我那些內容 我打了稿 雖然是廣東話 我轉到普通話很容易 我打普通話市場大很多 不過你的廣告費怎麼賺 你又賺到Youtube嗎 有翻牆看 不是的 本來台灣人也能看得 馬拉人也能看得 本來的感覺已經高一點 你看看老高的那些 是 那你白兵就要禁止 看看禁止誰 好像兩個人會比較開心 因為兩個人 你老高禁止少來 他們好像要兩個人才開心 白兵禁止你 白兵禁止你 直接禁止你便算了 這個可以玩一下 然後他可以幫我重新配音 用我的聲音 又不一定我的聲音 沒有所謂 但他可不可以重新配音 可以 口型和聲音 有些工具是給你 不斷說話去訓練 去學 那我發這影片給他 他自己訓練可以嗎 有些網站可以讓你這樣訓練 那我把整個頻道的連結 就是 你要根據他一些自讀 因為他應該是基於他 有一些文章 可能有一些抑揚頓錯 那我的普通話不行 那你不就有廣譜的感覺 我講的是廣東話 或者是英文 普通話我沒試過 可能會更加有味道 那在廣東話的通話 相對上都很少 少一點 市場小 就算你說GDP 英文內容九成 中文內容都是少於1% 那些市場那麼小 你都不搞 都不波打 沒錯 沒錯 但是我覺得可以 可以研究一下 剛剛那些轉不同語言那些就有了 但是普通話也是 後一步 普通話都沒有說不行 但是都是後一步 因為我的普通話不行 那如果他沒有聽過你廣東話 其實你用哪一把普通話的聲音 可能沒什麼所謂 那些聽過普通話的人很忌諱 即是我們聽廣東話都不想聽那個人 有香音 我意思是用另一個人說得很標準 因為他都不知道你本身的聲音是怎樣 可以 或者你叫他幫你變成樣子也可以 今天這個樣子 第二樣子也可以 都是可以做 即是以前那些戲 主播很碎 主播很強 還有如果真的沒有人放過很碎的 你也可以用這些工具去幫你 就是做一些水軍的評論 去簡化主播很碎 主播很強 所有東西都可以做 主播說得真好 通常所有新的工具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一些碎的東西 這個是令到進步的最快方法 還有大家會有一個夢 或者有一個好像有可能性 我一個人可以做到別人以前十個人的東西 這些就是AI工具現在可以幫我們做到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很刺激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讀報紙的 那些YouTuber 有電台 不是啊 很多其他YouTube頻道 每天都讀報紙 讀報紙 讀報紙而已 真是讀報紙 我把這個人出來讀報紙 沒錯 還要做到新聞台的格局 那個人好像穿西裝都坐在那裡 都可以 看完桌子前面 都是假的 都可以的 每天就放五條新聞下去 然後就讀 如果想得到可以升級的話 就不自行 自己去新聞網站拿下來 然後翻譯了它 然後自己放到那個軟件 然後才上YouTube 那你不用搞 當然完全自動化 可能就要找哪些工具適合 但如果你說半自動化 其實大部分人都可以自己去用那些工具 只不過是省了時間 再收拾Patreon 再開個生日卡 再收拾Patreon 然後就不會說大幫妹 一來就說放大幫妹照片 都是AI 然後我另外會再加多五條新聞 都是讀的 其實好像現在 我新的時候 可能在餐廳有些同事 他們已經不是喜歡現實的idol 他們喜歡Vtuber 是Vtuber 那其實是基本上 整條產業面可以自動化 我也有想過這件事 我沒有做出來 Ivan做Vtuber 我有想過就是 其實在市場裡 之前很流行Metalverse 有很多3D 有些在外國說 他們的訂閱者在IG 是兩三秒的 但擺明是假的 大家看到也是假的 那時候更是假的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圖 每天跟你去生成 然後如果再聰明一點 你可以用一些社交媒體的 analytics的工具 看看那一天 最trending的內容是什麼 最trending的post 是什麼 然後就把那些字 丟回去 那個prom 讓他把那幅圖 原來今天大家都在說 喝那個咖啡 那你的幅圖剛巧 又是那樣東西 那應該是去catch那個trend 再自動化它 但是在說這件事 當然你不要做一個 你一不做 如果可以允許 那你當然要丟一百個下去 有貓有狗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那你可能有一個中的成本 又不是很高 那你就變成了一百個 這些virtual KOL的經理 再幫你接廣告 連廣告線稿都是AI 我們叫全AI 所以現在市場上 可能多了很多 one man band 但是有機會 可以去發揮的 potential 可以 反而微小化 那件事 還有太多人做工具出來 因為大家想吃一條水 然後大家想拿多些subscriber 去用這些工具 那越來越多工具 到其實只不過是選用什麼工具 但是由於太多了 所以就要花很多時間 去研究哪些工具 才能配合你的需要 還有最好是什麼 香港做一個讀新聞的 AI出來 打死了那些 沒有的嗎 即是我說現在沒有AI 其實不難做的 你快點 我幫你找些工具 過廣東話 好啊 可以啊 沒問題啊 最後我講一點 其實Ivan自己本身也有搞不同的workshop 所以好像很快已經爆了 這幾次 跟AI相關的都快爆一點 大家留下言 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一起合辦一下相關的東西 遲些邀請一下Ivan 另外小弟 另外3月中 我應該會有一個workshop 關於加牌相關的東西 最後一點 大家留意我IG Admin IG 以及Description 好 那今天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東西想跟我們說 沒有啊 快點結束了 我要發達 你發達了 快點發達了 好今天多謝Ivan上來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